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冬奥国宴的内幕 习近平的嘉宾当中谁中招谁缺席 继续大整顿 习近平警告商界危险没有结束 澳洲防长喊话不对抗中国将失去未来十年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香港媒体明报的信息表示 北京冬奥会是新冠疫情爆发两年之后 中国外交重启现象模式的一个标志 习近平等一些高层领导人过去四天空群而出 分头接见了数十位的访客 与疫情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宾主之间不再互相握手 而会谈的距离也拉扩 虽然北京亲近全力进行策划 但是冬奥开幕里的外国嘉宾还是出现了病毒阳性的中招者 缺席者还有迟到者 按照中方事先的宣布 北京冬奥会的开幕里一共有32名外国政要前来出席 包括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等等 但是当天的开幕里的官方的报道名单却只有30人 而出席习近平夫妇第二天的欢迎午宴的人士只有24个人 包括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器齐 还有泰国的士林通公主等等都没有出席当天的午宴 上河组织的秘书长张明原本就是中国的外交官 虽然算是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也就不来凑这个热闹了 这一次外宾当中的中招者是巴比亚新几内亚的总理马拉佩 他在中国农历新年的年初三的晚上抵达了北京 就被检测出了阳性的反应 按照中共官方的报道 他还出席了初四晚上的开幕里 不知道是亲身到场还是在酒店里面看实况的转播 年初五的时候与李克强的会面是以视讯的方式来进行的 颇有咫尺天涯的味道 而习近平并没有与他见面 学习冬奥开幕里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来在中方公布的32个人的国际政要的名单当中 但是官方的冬奥开幕式的报道列举的贵宾名单 以及第二天的欢迎午宴都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和身影 至于其缺席的原因 中刹双方都没有具体的解释 而另外一名缺席东奥开幕里的嘉宾 是阿塞拜疆的副总理阿赫梅多夫 中国内地的官方媒体曾经报道他临行前受访的报道 但是在开幕里的现场却没有看到他 第二天他却出现在了欢迎的午宴当中 甚至还以阿塞拜疆的执政党的副主席的身份 与中联部的部长宋涛单独会晤 看来他只是迟到了错过了冬奥的开幕里 在这一波的外交大秀当中 习近平无疑是绝对的主角 在四天当中他除了一主理嘉宾宣布冬奥开幕 并且主持了第二天的欢迎午宴之外 还与19个外国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 以及联合国的秘书长单独会面 其中最早会面并且单独设晚宴款待的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可见中方给普京的特别礼遇 由于俄罗斯仍然在受到国际奥委会的制裁 运动员无法以国家的名义参赛 普京大可不必出席 但是为了给足中方面子 也为了回报习近平八年前出席索契冬奥会的开幕里 普京专程在北京进行了九个小时的旋风式的快闪之行 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疫情之后的首度与习近平的面谈 此行俄罗斯方面可谓是收获颇风 另外从访见的外国嘉宾的名单可见 没有获得习近平接见的除了中招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 以及柬埔寨的国王泰国公主这类的虚军王室成员之外 还有韩国的议长 韩国的议长是由中国人大的委员长栗战书来接见的 另外波黑的部长议会的主席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都是由李克强来接见的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 仅接见了李克强 没有获得被安排接见习近平 与两年前疫情初起 他访问中国的时候的待遇可以说是判若云尼 大致与其对病毒的溯源问题的态度反复有关联 好 再来看一下继续大整顿 习近平警告商界危险没有接触 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国家电视台播放了 以落马干部的公开唱会为主题的系列纪录片《零容忍》 其中涉及了一些公司的腐败交易 其中一家据推测是蚂蚁集团 这相当于在警告表示 针对民营企业涉嫌不当的行为的整顿的行动尚未结束 今年以来一些实力雄厚的中国公司 在中国国家电视台有着很高的曝光度 只不过并不光彩 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和主流媒体的网站当中 一月份的时候播出的五集纪录片《零容忍》当中 多名的中共的落马的党员干部现身说法 讲述了自己如何划向所谓的罪恶深渊 他们谈到了自己的收受贿赂的经历 以及涉及一些公司的腐败交易 包括了中国的华信能源 还有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等 其中一家据推测是蚂蚁集团 报道说 《零容忍》是由中共的纪委国家监委的宣传部 以及中国的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 该系列的纪录片既是一种宣传 又类似于一种审判秀 他清楚地传递了这样一个讯息 那就是中国政府继续紧盯帮助民营企业崛起 和发家致富的政府官员 针对企业涉嫌不当行为的整顿风暴 已经持续了一年 而对于已经被指控存在垄断行为 滥用数据危害社会的公司 林荣忍发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危险信号 林荣忍的播出之际 适逢中共的纪委召开全体会议 确定今年的工作重点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这次会议 中共的纪委在一份公报当中表示 将着力地查处资本无序扩张 平台垄断等一些背后的腐败行为 斩断权力和资本勾连纽带 该篇传递出的警告讯息是 腐败官员帮助公司快速发展 让这些人以违背党的目标的非法手段 而发家致富 这部纪录片在习近平估计将寻求 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的这一年上映 这相当于警告称整个整顿的工作尚未结束 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的教授杨大利表示 这部纪录片的播出与中国政府对企业界进行严格监管的行动高度配合 报道指出中共的纪委在1月26号的时候表示 杭州市委员书记周江勇已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周江勇自2021年8月份以来一直在接受调查 杭州市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中纪委表示周江勇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 但是中纪委的通告当中没有点出周江勇调查案所设的公司 而就在此的一周前 周江勇出现在了纪录片林荣人的最后一集 他身着灰色的毛衣表情漠然 对自己任人为亲的行为表示忏悔 中纪委表示周江勇在担任各处城市领导职务期间 为其弟弟谋取利益丰厚的大合同 并且帮助那些投资于他弟弟所创立的企业的公司 拿下了土地的交易 该专题片没有点名蚂蚁集团 但是针对该集团背后一名中共高层官员采取的行动 以及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对这起涉嫌犯罪的详述 都表明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放松对马云旗下公司的施压 周江勇被双开之后 中共的旗舰报纸人民日报出版的商业期刊 中国经济周刊就援引了该报早些时候报道过的信息表示 蚂蚁集团的一家子公司投资了周江勇弟弟的公司 中国的企业注册系统数据显示 蚂蚁集团的一个投资部门 2019年的时候入股了周江勇弟弟担任董事长的一家公司 官方的土地出让文件显示 蚂蚁集团作为唯一竞标者于2020年和2021年 以底价购得杭州的两处商业地块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无法联系到周江勇和他的弟弟进行制评 蚂蚁集团也没有回复相关的制评的请求 但是此前曾经表示 在交易过程当中遵守了所有的法律法规 报道说在2020年底的时候 由于担心这家科技公司日益膨胀的影响力 中国政府叫停了蚂蚁集团 三百四十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的计划 中共的政治局提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在这部纪录片的另外一集当中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一名前高管表示 他曾经批准向中国的华信能源发放高风险的贷款 并且接受了该公司创始人叶简明的贿赂 中国华信能源曾是一家发展迅猛的民营企业集团 在一些高级官员被定罪的时候 叶简明被列为了同谋 2018年初的时候 叶简明被中国的有关部门拘留审问 两年之后中国的法院宣布中国的华信能源破产 中国华信能源曾经在欧洲和亚洲达成了多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资产的交易 创始人叶简明乘坐私人飞机出行 在纽约购置豪华房产与世界领导人打交道 这部纪录片表示叶简明与腐败官员发生权钱交易 这些官员批准了巨额贷款的受信 给中国的进入安全造成了危害 该纪录片还表示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原董事长胡怀邦违背要求 在2015年批准了中国华信能源的48亿美元的信贷受信 胡怀邦在纪录片当中表示 他是受一位省委书记的委托 他和那名省委书记都接受了叶简明的贿赂 而在尽头前 胡怀邦表示 人家私人飞机什么都有 自己觉得心理上不平衡 就滑向着深渊 去年他因为受贿被顶罪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目前正在服刑 他说他的人生就在这里结束了 叶简明没有被公开的指控 他没有出现在该纪录片当中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无法联系到他进行制评 而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也没有回应相关的制评请求 林荣人并非首部由中共的纪委制作的 已陷入棘守政治处境 并被指控犯罪的高级官员为题材的纪录片 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公开忏悔 也是共产党治下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有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表示 这部纪录片只是更加让人觉得中共的官员的腐败极其普遍 许多观众认为该片过于做作 称被指控的官员并没有显示出十分懊悔的样子 而是过于镇定 就一位官员在该片当中的表现 知名的专栏作家王五四写道 他很担心他会笑 结果他还真的笑了起来 至于片中的另外一个人物 他写道 要是不知道他是反腐行动的目标 他还以为他在领导一场反腐的运动 而驻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表示 这部纪录片忽略了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 官员们看起来只是不走运的被抓到了而已 他说共产党试图把腐败的根源归咎于资本 却不承认缺乏竞争和监督是问题所在 好再来看一下澳洲的防长喊话 不对抗中国将失去未来十年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 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比尔·杜顿 在接受悉尼先驱城报的专访时警告表示 除非在南中国海挺身来对抗中国 否则澳大利亚及其盟友将失去未来十年 他还对澳大利亚在2038年前拥有首艘核潜艇 抱持极大的信心 悉尼先驱城报在星期一 也就是2月7号的头版当中 刊登了杜顿的专访 杜顿认为美国及其盟国过去默许中国 在南中国海争议的水域建造人工岛和军事基地 而现在大声的揭露中国既可以教育澳大利亚的公众 又可以确保过去十年 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的军事化不会重演 他表示他认为在中国就其在南中国海的活动 做出保证的时期内 我们已经失去了大量的时间 他表示美国等国默许的军事化 已经使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拥有20个据点 而这无助于地区的稳定 杜顿表示如果我们延续这一趋势 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失去未来十年 我的感觉是在这个点上 我们还是坦诚一点为好 杜顿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澳大利亚访问前 发表的上述的看法 布林肯本周前往墨尔本参加四国集团的外长会议 然后他还将前往斐济和夏威夷 四国集团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 还包括日本和印度 这四个国家都对中国军力扩张之后 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强势行为有严重的关切 四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将讨论如何为对抗中国 而强化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 以及向一些国家增加发展援助 杜顿自从去年接任国防部长以来 就一直对中国持强硬的态度 他也曾经因此受到过一些国防专家 以及澳大利亚的反对党的批评 他不久之前有关如果美国协防台湾 澳大利亚不介入难以想象的发言 更是特别的惹人瞩目 杜顿强调他只是聚焦于地区现有的和平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澳大利亚 并不是唯一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 为了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风险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成立了新的安全联盟 而且美国和英国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战略价值极高的新一代核动力潜艇 杜顿在受访时表示 英美两国的官员最近告诉他 英美两国依据奥库斯协议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日期 会比许多国防专家估计的要早得多 再被问到核潜艇是否会在2038年前交付澳大利亚的时候 杜顿表示毫无疑问 我们将在那个日期之前获得核动力潜艇 由于澳大利亚的人口和经济近年以来持续的萎缩 国防专家越来越担心澳大利亚是否有足够的军力维持地区的稳定 他们担心澳大利亚的国防预算在去年446亿美元或GDP占比2.1%的基础之上 可能不得不大幅的上升 此外由于澳大利亚有几笔重大的军购案 在耗资以及耗时上远远的超出了预期 因此有人担心澳大利亚耗费巨资来进行军事的采购 是否都是价有所值 杜顿本人在去年接任国防部长一职之后 曾经表示要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澳大利亚的在野党工党的国防事务发言人布伦丹奥康诺表示 他对杜顿针对核潜艇交付时间所表达的乐观并没有信心 他表示他觉得过去九年期间 每当政府谈论起房屋不是价钱变得更贵 就是交付的时间要延迟 在工党执政期间曾经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过 北京的奥康诺也认为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当中变得更强硬 更具有侵略性 他表示我们与政府的看法相同 那就是澳中之间目前这些问题的产生 不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的变化 而是因为中国态度的变化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